朋友呢 他呢 十五一台车 什么车呢 本年爱丽生 今天呢 就给我发消息了 让我过去呢 看一看 这辆车呢 是车主一六年 是买的 最近呢 已经是买达满算 五年的一个时间了 公里数呢 跑了六万七千公里 相对来说呢 公里数跑了并不多 一年呢 在一个啊 一万公里 说多一点 那这么一个车 我们看一看 它的保质率究竟如何 或者说大家感觉 今天这么一个爱丽生 这么一个价格 贵了还是便宜了呢 我们走着 一起去到市场上 一个行情吧 各位老铁们看到了吗 眼前车辆呢 就是车主啊 五年之前 又是一六年 是购买的 本田的爱丽生 这辆车呢 我们其实现在来看呢 它的最新款呢 也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这张号说 本田车鞋 它比较保质呢 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它更新换代的次数呢 是比较的少啊 它不像宝马奔驰一个样 隔个两三年呢 就来个中期改款 再过一个 两三年就来一个 大的一个改装换代了 爱丽生它不是 爱丽生呢 它从一六年是初呢 一直到今天啊 已经是五年多了 它的外观呢 还是大体相当的 没有特别大一个变化 第二呢 就是它新鞋上的 一个降价幅度了 它优惠程度呢 一直以来 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平稳 优惠价格呢 就是在一万块钱左右 当年车车刚刚上市呢 是个车主优惠了啊 四千多哈 配置方面呢 是属于2016款 2.4自信排量当中的 豪华版 新车指导价呢 为29万2千8哈 有时候这辆车 最终全部落地呢 已经是这样 达到了啊 31万 近32万这么一个 非常好的啊 本田的啊 行政体的MPV了哈 这辆车呢 包括很多那些朋友们呢 都说过啊 是非常的好的 开上去呢 也就真的挺好开 就是工具数呢 普遍来说MPV呢 好的都不会特别的地方 这辆车外 进行仔细检查 它的功率数呢 也是经过塞电查询啊 就是六万多公里 这点呢 还是非常的难得的 车漆呢 总共是两树分漆 其余呢 都是原车漆哈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看 这车才一个内饰吧 内饰方面呢 首先我们看它中控呢 还算是比较的好看啊 比起以前的款式来说呢 是好的非常的多了 包括它的桃木设计呢 默许质感呢 也还是可以的 前排的座椅座上去呢 是有一些发应哈 但是它的后排呢 空间真的是特别大 不仅仅是如此呢 第三排呢 全部放了之后 还能有一定的 后备价的容积哈 这也就是使得 本田奥特赛这一代呢 销量呢 又比上一代来说呢 又有一个极大提升的 主要原因 就在于内饰呢 使用率呢 是非常高 外观呢 也是这么的好看啊 那最后呢 就是这辆车 它一个价格了 那感觉它现在 卖卖手还能值多少钱呢 那最后呢 就是这辆车 它一个价格了 就以这么一个车为例呢 目前呢 是五年一个时间 它现在呢 在二手车市场上 只在一个23万左右 这么一个位置上啊 比如说车主呢 开了五年 其实上海的赔了 真的不少钱啊 既然这辆车保证率 大家有感觉 就是已经恒了 夏天呢 还买轲 也不然就再批准去